绿岛的李姓渝民28号的晚间 在绿岛灯塔外 大约500公尺海域作业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男性的浮尸 随即通报了海巡署来处理 而透过民宿业者的初步指认 从死者的外观和衣服等特征 认为是从台东到绿岛打工的 23岁胡姓男子 绿岛的李姓渝民28号傍晚5点多 一如往常的在海上进行作业 却在绿岛灯塔外 大约500公尺的海域 发现一具男性浮尸 立刻通报海巡人员前往现场处理 根据死者身上的遗物 以及一些外观特征 询问了岛上的民宿业者之后 初步认定是一位来自台中 目前在中寮的一间民宿 打工患宿的23岁胡姓男子 请教一下他在你那边做多久了 打工患宿 没有多久了 不过人家属是有感情的 有一个月吗 没有 旁边讲啊 那有什么西乡的 我先生已经在台东跟家属去的 第13岸群队指出 死者身上穿着背心 黑色泳裤 脸上还带着面镜呼吸管 研判可能是进行浮潜时意外溺斃 海巡队员连夜将大体送到台东殡仪馆安置 29号上午 家属也抵达了台东 会同检察官进行详宴 至于胡姓男子的缺切死亡原因为何 还有带检警进一步厘清 记者安吉伦 绿岛相报导